在台灣史這個領域 在還沒有被重視之前 他就是一個現行者 因為莊永明先生的關係 他的志業希望在這邊 幫大家來做導覽講故事 所以人家問我說 你想老師嗎 我說我只要唱這首歌就會 台北 台北 我們的台北 這首歌 近